大家好,我是Mr.Manso 今天會有大家講的就是 S1的5th Classroom Exercise 9b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條件 OK,先審一審題 例二 在下圖中寫出一對 全等三角形的名稱 並說明理由 我們先看看 咦,這些有角的 角角 還有條邊 這要各邊各 這要各各邊 不用看了,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 因為有AAS OK,為什麼看得這麼快 看看我怎麼想 如果沒有兩角角,我們第一時間刪除它 這個沒有兩角角 這個沒有兩角角 這個沒有兩角角的 OK,剩下兩個 我們看看這條邊是否夾著 這個是,但是另外兩個 都是AA沒有夾著條邊 AA沒有夾著條邊 所以我們就猜是AAX 抄下這兩角角 又是,如果我覺得這兩角角 是相似三角形 我就先抄死了一幅 藍色的幅是永遠抄死的 抄完死之後 我將這幅圈整幅 整幅在旁邊 拿出一些characteristic 再看看這幅圈 我們懷疑是全等三角形的 L就先填L 一線邊 兩線邊就填M 好了,接著這個動作 就是一線角和無線角夾著狗 那圖中無線角 就是N 真的N 好了,我們應該有些信心 不過先寫完 我們首先寫了A1仔 對另一隻角A1仔 可以嗎? 接著A2仔 對另一隻角的A2仔 就是二線角 還有一個S仔 是很難看的 嘩,這還不是AAS 中 看看Mr. So有沒有寫錯了 在三角形 DEF L MN 看看有沒有對好位置 DEF 就是L MN 咦,沒錯 然後又是四句證 第一句就是 第一句就是 第一對角 E角 E角對L角 那就是角 DEF MN L 然後我們還是AAS 即是我們決定了AS OK 然後我們就告訴別人 第二對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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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EDF EDF 就是L MN 又中 然後到最後 就是B EF EF 就是LN EF 對LN 即是證實了三個條件都可以了 證實了三角形 DEF 就是 全等於三角形 LN 這個就是AAS OK 好 那我都說了三分鐘了 到你做下一個條 pause round 然後我們再見 好多謝大家的參與 喂 你有沒有寫下這個表出來 先寫了證明全等三角形 就是AAS ASAS SS HRHS 你這樣寫日子有功 你到時就 IN YOUR BLOOD 即是 記憶就在你的血裏 OK 總之一說成全等三角形 你第一時間寫這個表 寫完證明 寫完證明 寫性質就爆死了 那我們先審一審題 在下圖中寫出 一對全等三角形的名稱 並並說明理由 我們看看這三角形有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邊邊角 這個邊角邊 邊角邊 這兩個像樣 好 抄一抄下 抄完圖 然後旁邊再做一幅 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我們懷疑它是全等的 應該就是把藍色的圖抄完 就是沿著抄紅色的圖 抄完它的角度 邊長的角度 好 接著看看這幅圖 我們懷疑它們兩個全等 我們看看 兩線角就是P 先寫P 接著沿著P 走到7 就會看到Q 好 寫了Q 接著沿著P走到5 就看到R 沿著P走到5 就看到R 好 好 我們看看條件是否正確 好 首先第一對邊 就是S1 S1 大家都在5 好 接著就是一對角 A對A 好 另外還有一對7邊 就是S2 對S2 嘩 這個三角形為何是全等 沒有錯 就是SAS 好 現在我沒什麼害怕的 就是怕你 就不懂得去畫圖 不懂得去畫圖 這些小字 是幫你去思考 四句證明 看看我寫得剛剛 M L N M L N M L N 就是R P Q OK 兩個三個對好名字 好 接著我們會寫第一對S 就是L M 就是L M 就等於P R 就是5 你又是什麼 2G 就告訴你 就是2G 寫完S要寫A 2G 這對二線角 就是M 角 M L N 就會對角 R P Q 寫出來 為什麼 2G 別人告訴你 兩隻角箱 等到他用二線的方法 通知我們 好 接著最後 還有對7長的邊 邊長是7的 就是L N 對P Q 那就發達了 寫好 寫了S 就是A 就是S 所以兩個三角形 為什麼全等 就是因為 三角形 N L N 全等於三角形 R P Q 的理由 就是S A S 又說做完了 OK 多謝大家 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